好,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地是来到这一次海魁台风 豪大雨所造成受风箱,山边路的民宅受灾 并且听取相关单位的简报之后表示 那么对于土石流浅市区的重视 也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与地方政府来配合 把受灾户目前所面临到的问题给予协助 海魁台风将带惊人的雨势 为花莲地区带来了超过800公里的降雨量 受风箱风山春山边路二段 便发生了土石灌入民宅的灾情 六号下午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以及立委傅坤奇县长徐正伟等多位议员都到场陪同会刊 了解灾害附建所需要的中央协助 因为树无锡是收所有受风箱的水平 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透过水利署水保局 我们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树无锡的中上都已经做治理得很漂亮 所以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刚才赖首长讲的 美人锡的治理概念一样 整个我们开心环境都在变化 哪一些潜似溪流 你们现在是1700里的三条 1731条 151条 潜似溪流 不能说有烈进去就要我们去注意 这没有烈进去 这我们都要注意 这我们都要看环境问题 把这个盘点进去 我们来处理 院长陈建仁听取简报之后 关心居民灾情附建的情形 并表示海魁台风远离台湾之后 地方政府水保单位 共同研商繁范灾情与附建民宅的协助措施 记者凌杰 收逢箱 陈摩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